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星期四的《梅渣股》 这一节嘉宾是请来Wafi 和我们推介它征算的股份 Wafi 你好 你好 Wafi,先和你回估一下 上星期推介过的股份 中海物业 股份偏好是2669 来看期内股价没有变动 但期內恒指有相當大的升幅 升了超過3% 升了679點 上次定的價位比較保守 定了買入價是1.1的水平 期內波幅是1.14元 最低都是1.14元 所以未能買入 如果繼續看好這隻股份 你還不建議更令觀眾去買呢 當然看法上還是繼續看得好 因為上星期港的主因 都是圍繞著基部面 或者中線的看法 一來覺得內地物業管理行業 始終發展還是很大 很高速又可以有整合因素 所以對中間物業 始終沒有靠著中間外 自然你說行業做整合的話 對它都會有一個比較正面的推動 而監視它亦是下降的中間外 當中間外那麼多項目在手 或今年回來都收購中信的一些地產項目 面上如果要做很多的物業管理 相信都會交到它做 面上以它的前景 我自己就不太擔心 所以我覺得 總是這下 你看到這星期內買不到也好 或者股份表現不算太標籤也好 我覺得都很適合佈中線部署 所以依然一樣 以過一度 挨近五十天線附近 做一個買入價 目標都依然放在過四樓上 而指涉位都是一元便 穿回一成左右 考慮去指涉的話 其實這個直迫性 我覺得仍然有在 我明白 看看今天的市況 看到市場比較關注 稍後時間公佈的英倫銀行議息結果 今天的行指方面表現得比較反覆 十分鐘之前還有一個倒跌的情況 現在升幅比較擴大了 升至一百五十一點 這個市況會不會選擇一些比較保守 穩陣的股份 當然這個市況仍然是難捉摸一點 都現同花點 你見到這一刻突然升上來 但升上來也好 一來破不破條染靈天線 又未知的 我覺得很少存在變數 基本上除了英倫銀行之外 例如明天回來 都有內地的第二個GDP 很多很多事情要看 所以在選股上講 都比較傾向選一些可能是業務穩定得來 或者叫做安全得來 都有一定上網空間的股份 變相今次來算選了其中一隻的紡織股 編號2313的新州國際 明白 和大家看看2313的新州國際 2015年全年業績表現 見到收入來說 2015年 我年升了13.5% 去到126.39億 順利方面升14% 去到23.55億人民幣 至於毛利率也有一個順升的情況 升了1.5% 不過值得大家留意 就是應收漲周轉日數 是上升4天 還有存貨 周轉日數是上升5天 這兩個數字如果上升的話 都不是太好 YK 你覺得 是否仍然處於一個可控的數字範圍之內 其實也是 因為暫時來說 你見到去年業績上去講 當然你見到無論收入和順利 都是保持著雙位數穩定增長 一成嶺 而毛利率也有著一步輕微的上升 去到三值的樓上 其實這幾個指標 都見到去年業績是做得不錯的 亦都幾意味著它的產品 賣出來還是有個 可能價錢方面有輕微的提價之餘 更加一個消息量 其實都有一個上升 其實都有一定的訂單水平在 但的確留意一點 就是應收漲周轉天數和存貨周轉天數 當然你說真的對 兩者升就表不太好 因為幾意味著它們現今回轉速度是慢了 但你說這個升也好 一個升四日 一個升五日 其實升的幅度 我覺得一來不算是惡化得太緊要 都是輕微幾日的上升 說真的幾日有些升了一些跌 我覺得都很正常 而且你說大概已經收了五十日左右 其實都是大概兩個月都未到 已經可以收回洗素 而存貨周轉天數八二日 大概就約四個月左右 其實都是可以去掉貨 所以如果以這樣計算 我覺得又不算是一個太失控的表現 甚至以存貨來計算 始終新周做一些紡織 即是無論你比較上油一點 上、中、下油都有的時候 存貨始終都有這幾個類別去分 我覺得比較質重多一點存貨 可能都是一些上油為主的原材料為先 所以這個稍為多一點日數 我覺得都算是合理 但以暫時八二日左右 其實也未至一個太失控的水平 所以整體來說 我覺得去年業績這樣看來 其實都算不錯 明白 以往大家看新周國際的話 都會覺得它是幫Uniqlo做很多事 我們看看下一部分 就是看到業務分佈方面 按產品分佈 其實休閒服 只不過佔比27.5% 現在佔比多了那些就是運動類的產品 其實運動類的產品 對於紡織業來說 是毛利屬於高一點的產品 當然也是 因為如果整體服裝行業裡面 其實可以分享 譬如休閒、內衣、運動類別 的確是毛利率比較高一點 就是運動類別 因為特別近年 一來是受歡迎一點 待會會再說多一點 二來本身 它們的物料或者定價方面來說 都是比較貴一點 所以相對毛利率 是可以高於一般的休閒服 或者一般的服飾 所以如果以這方面來看 如果以新周去年的產品分佈來說 都是幾大部分 側重在運動類別的時候 所以上一版看到 它整體毛利率 可以有一個進一步的上升 甚至以這樣看 剛才提到的 本身大家覺得它主要的客戶就是Uniqlo 但以休閒服來說 都是佔大約兩成七度 但接下來的六成三、六成四度 是來自運動類的 而客戶就是Nike、Adidas和Pilma 都是大家比較熟悉的 一些運動一線品牌 所以在那麼多不同品牌 都是客戶的時候 相對分佈表現 或者營業表現來說 其實都算是挺不錯的 所以如果以這樣看 我覺得如果接下來 再配合一段 也會再說運動的大熱 熱潮或者各樣東西的時候 以前景上看 其實我都覺得是挺正面的 而按市場分佈 原來看上去都挺平均分配的 國內市場 雖然就這樣看 是最大的一個銷量的地方 23.7% 但其實日本方面 都有22.6% 歐美市場 都佔了批率是多於四分之一 我們之前都說過 新洲國際 其實它說是一個 受惠於人民幣貶值的股份 是否因為歐美那邊 都預期接下來的佔比會大一點 當然以歐美加起來佔比 其實都有兩成至三成 都叫了比較大的比重 而的確如果這樣看 當然你看到這樣分佈的時候 自然會聯想到匯略的因素 而的確以人民幣來說 其實都會提到 就是預期了貶值的時候 小小比獎 譬如美金 或者歐元 或者其他貨幣 可能相對人民幣的升 以這樣的分佈 都對它們來說是比較有利 始終可以收入得到 比較多些不同的貨幣 但以他們可能成本 各樣東西 都是以人民幣來計 這個分佈上看 其實對它來說 都是比較正面 嗯 明白 我們來看看第一個利好因素 第一個利好因素 就是受惠於人民幣貶值 還有就是越南前廠 先看看人民幣貶值的因素 圖表右邊也看到 黃色那條線 就是顯示人民幣匯率指數 大家都知道人民幣近來 是一個貶值的趨勢 藍色的圖 其實都是反映著人民幣貶值 因為它是對美元 美元對人民幣升值 即是說 利岸人民幣 都是貶值的一個趨勢 大家都預期 接下來人民幣對美元 會繼續是比較遠一點的 你自己的預期又是怎樣 當然這個預期都一樣 我覺得其實人民幣 都應該繼續貶值下去 因為版面上這個圖 你之前說了一點都對的 就是黃色的線 就是那個CFGTS 人民幣匯率指數 由去年 即今年年初回來 整了出來之後 就不斷一條斜線下來 到最近 更加去到94點多 這些今年的低位 不斷創新低 不斷走下來 即是指人民幣對一籃子的貨幣 其實都是貶值 這是一比較偏弱的勢頭 而另一個條線 藍色的條線就是 剛才說的利用人民幣 即是美元對人民幣的利用價 你見到斜線上去 亦都反過來看 人民幣都是不斷的貶值 即是對美元方便 所以你見到 無論人民幣對美元 或者對英鎊 或者歐元 其他等等的貨幣都好 全部都顯示 其實人民幣是偏弱的 如果以這個弱的勢頭 我相信接下來 都會繼續延續著 因為始終大家經常說 可能是 以每個地方的復甦性來看 例如美國 始終見到 美元繼續偏強的時候 你自然對人民幣來說 仍然會比較弱 所以因素之下 我覺得這個方向 其實不會太大變化 如果以二分這樣走下去 的確對新州 都算是比較有利的 因為以暫時新州 國際來說 大概七成收入 是來自美元計價的 但相反七成成本 是來自人民幣的 所以當我剛才提到 由美金越來越強 由人民幣越來越弱 兩隻差距越來越闊 可以令到收入又多了 但反而成本方面更加舒緩 而上進一步利好的 就是那個叫做無利率 以及利用率 而且以很多大肯都猜 就是以今明兩年 可能新州的無利率 都有機會分別 是再做一步 上升到0.5% 去到31 甚至乎下一年 升到0.2% 即是看到這些位置 其實當時 紡織股 三成左右無利率 都算是偏高 或是偏不錯 但都覺得做得升的時候 既然未至於人民幣再貶值 的話 對他們來說 的確都有一個很正面的推動 因為以整個紡織業估計 如果人民幣每本貶值1% 其實相對這行業的盈利 銷售利潤 可以升大約2-6% 如果這樣看 無論對新州好 或者其他紡織股都好 這個分佈 這個利好因素 其實都會有受惠性 明白 除了匯率的利好因素之外 大家都看到 就是越南設廠 這個都是利好因素 究竟為何越南設廠 會對它有一個 比較受惠的情況 因為越南參加了TPP協議 是跨太平洋 接量經濟夥伴關係協議 其實參與了TPP的話 就是大家trade的時間 就免了關稅 越南也加入了 所以它在越南那邊 接了廠房 都不斷擴大規模 都可以受惠稅務優惠 而這個規模擴大到什麼程度 當然你說現階段來計 其實記得到 如果剛才看到 在TPP 即是超越南參與了這個計劃 而今年年頭回來 都說到這個計劃 正式慢慢都會生效 在這個協議裡 有什麼好處 假設你們出口 或者產品 在這些地區的時候 相對可以享受到 關稅上的優惠 譬如出口對美國 可以零關稅 可能出口對歐洲 也會有其他便宜的稅務優惠 也會對各別企業 特別在這些地方設廠 成本會有一個比較好 推動 如果以新州來說 始終都是近年開始 其實已經做得很著先 一早已經將設備搬到越南 或者慢慢設廠 一方面 可能已經預先想享受到TPP 之外 更加說真的 在越南當地 始終現在的工資 各人的水平 都是較內地更低 其實內地可能大家都覺得很低 但從近年開始 內地都有很多不同的 例如最低工資 各人的政策 保障工人 所以很多的工廠 廠房 慢慢都遷返去 例如越南 柬埔寨 東南亞地區 所以也享受到 人工比較低的情況 而剛才提到另一邊 就是TPP 如果今次的房織廠 做到的時候 預期剛才提到的稅務 會有個零關上去美國 現上稅務成本大減 個別大安股 由原本新增1.7%的稅務成本 可以降到大約1.3% 其實有過一步下降的意味 甚至公司也說到 預期今明兩年開始 都會將一步加大 越南廠房方面的員工 規模越來越大 由現在 目前五千人左右 到下年年尾 一萬人 如果這樣逐步增加的時候 除了人工方面 對比你不斷在內地設人 買人的話 相對成本會節省 而你不斷去到那邊設廠 亦可以擴大廠房的產能 變相可以預計今明兩年 相對的產能 每年可以擴張大約10-12% 相對對接單方面來說 可以更加有彈性 因為很多時候 以往新周曾經見過業績 即是增長慢慢慢下來的主因 不是他們的客人不下單 是他們下來接不及 產能全爆 所以這一刻 能夠有擴充產能的時候 對於他們接下來接單方面來說 我覺得是挺正面的推動 好的 我們看看第二個利好因素 下去看到公司 都著力投資在產品研發 公司雖然都會做很多 在OEM 即是代工生產 但他自己都有自己的投入去研發 早前看到右邊的圖 都看到Nike的Flyneet 即跑鞋系列 都是第一隊是針織跑鞋 主打無縫 以及超輕等等的性能 這都是新周國際方面的技術 這都是其他紡織公司 未必取代到 這是否他們的優勢 這絕對是 因為雖然傳統新周來說 是紡織股 是剛才找到的OEM股 即是一些很工廠形式的股份 如果大家以往這樣看 就覺得你都是代工 又不是幫他做設計 理論上你的賺錢能力不高 或者很依賴別人的產品 那些訂單 以往是這樣看的 但其實新周除了都是這樣做之外 他教其他OEM的股 或者是一些企業 比較好的地方 就是他都有著力去研發一些技術 即是他不只是 所謂你們給他吃 即不是這樣餵過來吃 即是他有自己的產品或技術在提升 他不斷有很多不同的生意東西出來 譬如研發能力也比較強 譬如剛才推士說到的 就是Nike早前這雙針跡跑鞋 都蠻特別的 因為這番市場來說 之前就未有過 而且這雙針跡跑鞋一來 其實穿下來是舒服之餘 更加是輕巧 亦都是蠻方便的 變相外觀亦都是蠻漂亮的 所以這些因素其實都令這雙跑鞋 是蠻大賣之餘 更加硬的新州方面 其實接單都比較多些少 有以這樣看 這個當然是例子 但如果以新州 去研發一些新的技術 去提升產品性能的時候 有甚麼好處呢 因為始終你剛才提到 你很靠客人落不落單 那客人選不選你呢 好講大家的關係 甚至乎你本身 可以幫到他們做到他們想要的事 如果以這一刻你研發能力比較強的時候 當你可能參與一些國際品牌 例如Nike、Editas這些 相對優秀會比較明顯些 亦都會保持到比較強的關係 甚至乎 以整個生產線來說 始終你有那麼多不同的技術 那麼靈活的時候 當客人一有甚麼口味上的改變 一想做一些新的東西 你可以立即給他 甚至乎以其他可能紡織的企業 或者其他競爭對手上說 始終不是你一、二、三、一就能做到 變成這樣東西有一個競爭優勢 在接單方面上說 對新洲來說 都是比較大的一個正面推動 其實我們從他每年銷售那邊 都可以看得出他和客戶建立的關係 都做得非常之好 先看看收入 都是由2010年開始 不斷錄得增長 那時候就是67億多人民幣 去到2015年已經是倍增 去到126億多 所以毛利率也有一個 維持著上升的情況 由20多個百分比 都上升到突破了30個百分比 的一個大關 其實都證明有些產品 是他自己做到 其他的紡織公司未必做到 那些客人才會繼續找他們 是嗎 這裏就明顯地帶出來 就是他們這麼著力 可能做一些研發 做一些技術上的提升 所以的確令到他們 過去的業績 都是維持著交流功課 你見到無論2010年至15年來說 這六年其實都維持著穩步 雙位數的增幅 除了2012年 但2012年當然是個別的例子 都是輕微上去倒退 但你說毛利率、順利收入 都還是很飆青 未至於有些企業可能要虧錢 很大波動 他沒有見過這些 你見到他的業績 每年都是一個挺穩定的表現 這當然得益於 剛才提到技術上是有優勢 二來始終跟客戶都建立了 比較長期的關係 你做得好 那些客戶都繼續找你的時候 變相可能有新產品都不斷找你 只不過會形成 單上面說是不斷累積 即是不會特別少去哪裡 所以都令到市場份額方面 新周過去這幾年 都是繼續持續增加 所以我覺得整體來說 這一方面的優勢 其實都幫到他們 在接下來 我覺得那個業績 或者是前景 都會是一個比較穩定的表現 我們又看看 其實他第三個利好因素 受惠於運動休閒服熱潮 大家都知道 UNIQLO的武公司信銷 都公佈了頭三季的業績 第三個盈利是要跌13% 因為日元貶值的因素 以及其實都見到 銷量方面 有一個受壓的情況 會不會對他有影響呢 大家都見到 第一幅圖都說了給大家知道 其實都佔了20%多 反而運動服裝那邊的佔比 不斷提升 運動服那邊 大家是不是 接下來都看好 它的前景的增長呢 這個當然看得比較理想 始終以往來計 大家覺得UNIQLO 是它的主要客戶 亦是主打休閒服 這件事其實 都可以少少叫做受慮 因為特別是害怕 Yen方面的走勢 因為Yen 當然前一派就強化很多 因為避險 但以本來計 Yen整個trend 都是偏弱為主 日圓不斷走藥的時候 對於新州 至於這刻還有大概兩成二 兩成三的收入樂園 是來自日本 或者是來自這些服飾的話 有一定影響性的 但好處好處 另一邊商 都是再加大運動服的發展 甚至主打歐美方面的市場 所以都可以有一個 拉到上補害的現象 而且運動服的增速 其實較為服裝市場 或是快 再加上近年 其實很多的女性 或者男性 都是參與運動 所以運動服的需求大很多 而目前來計 新州大約六成四的收入 是來自運動服 主要剛才提到客戶就是 Nike Adidas和Puma 而前兩者 例如Nike Adidas 都佔了它本身正德銷售 合起來差不多五成 變相佔比也比較大 所以這兩家公司好不好 對它的訂單是有影響的 而分Nike和Adidas 在今年回來的表現都非常強 特別是Nike 在它們的財年第三季來說 只是中國收入都按年升兩成七 而轉中國訂單也增長三成六 而Adidas第一季回來 無論是整體銷售和大中華銷售 都有成兩成二和三成的增長 你其實可以看到一點 就是它們這兩個大的品牌 相對業務的表現還比較強 所以對於新州的單 其實就更加有利之處 所以這一點 如果再加上今年八月回來 慢慢都奧運元素的時候 我相信對這些運動貨的需求 其實有機會再推動 所以對這些股份 我覺得也有機會再炒作 看看股價 今天股價是41元 今天是偏遠一點 調整五千元 大概三個加油日都是上升 而一年的高位都是44元 現在都偏高了 Wafi 我們應該定在什麼位置才吸納呢 我覺得就等一等 40元左右買入 而目標價 當然等它再破頂 是48元 大概兩成都是利潤 而指售位置放在大約37元邊 我覺得輕輕穿回50千元樓下 肯考慮指售的話 都可以做中市部署 好 明白 多謝Wafi 你今天精神給你推薦 和你做新報 剛才說過的股份有沒有持有的 也沒有的 好 一會一會 進來回來會有問答環節 待會再和大家見面